在上海市中心的一家医院,医生正尝试使用音乐疗法来治疗听力方面的疾病。 这种音乐疗法是根据中国音乐的五音功伤绝止语, 以及对应五行学说的金木水火土, 加上所对应的人体五个脏器,皮肺肝心肾所创立的。 中医理论强调治病必须从身体整体的角度去看, 因此中国的医师们想要透过音乐疗法不仅仅解除耳鸣的症状, 还要能使身体的内部达到平衡。 上海岳阳医院耳鼻咽喉科主治医生李明是目前研究音乐疗法的专家, 耳鸣患者会在耳朵内听到一种固定频率的声音, 这种声音不是从外界产生的, 这样的症状常令患者十分困扰。 耳鸣的原因有很多种, 有些是心理因素造成, 所以音乐疗法可以帮助减轻耳鸣病人的压力和焦虑感, 同时也能帮助诊断出其他影响整体身体健康的疾病。 音乐疗法可以帮助病人过滤掉耳鸣的声音, 使耳鸣变成一种背景的杂讯, 减轻耳鸣造成的痛苦。 李医师表示在一些严重的案例中, 病人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, 他们的情绪不稳定, 压力很大, 并且有反社会的倾向。 目前世界通用的音乐疗法都是使用自然界的声音, 例如流水、鸟叫或是风吹的声音。 虽然李医师也使用这些音乐, 但是他相信中国的音乐疗法效果会更好, 因为中国音乐能够使身体的整体达到健康的状态, 而不仅仅是治疗某一个症状。 西方的音乐声音治疗采用的是自然界的声音, 它起到了什么, 逐渐逐渐使我们对耳鸣产生的习惯色影, 对不对, 那么我们中医的不但可以什么, 达到什么生治疗的目的, 同时通过那个听声变病, 对不对, 可以对他的各个丈夫进行, 不冒纹乱, 进行什么一种调节。 前往看诊的病人, 首先需要使用一种特殊的仪器测试他们的声音, 来检查体内是否有任何不平衡的能量。 54岁的病人胡平表示, 音乐疗法并没有完全治好他的耳鸣, 但是他在心理上能获得疏解。 音乐怎么说呢, 你说关系有没有不是最大, 他只能给那种老师当中有一种音乐, 他其实我们知道他治不好这个毛病的, 关键还是这个心理, 把这个心理调整好了以后什么都无所谓。 李医师表示, 音乐疗法对不同病人的效果也不同, 而且很难完全根除疾病, 有些病人必须一辈子忍受耳鸣的痛苦, 经过声音的测试和医疗诊断, 医生们会使用不同旋律的音乐给予治疗。 李医师自己制作了一张CD给病人带回家, 并建议他们每天至少听三次, 每次听三十分钟。 听三十分钟。